哈喽,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机 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它的书名叫做 用你的不平等优势创业 用你的不平等优势创业 光是听到这个中文书名 你不要误会哦 它好像是写给创业家的 可是呢,我认为这本书 它里面的这个观念 是适用于每一个人 那这个观念就叫做 不平等优势 这个是我在去年 所学过的观念里面 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 所以我今年就 一开始第一本书 就想说特别介绍这一本 那我也跟出版社 要了两本书的赞助 然后呢,来抽奖给大家 所以说这本书有两本的抽奖证书 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这个资讯栏里面 的部落格文章连结 点进去,拉到最底下输入email 就可以参加这两本书的抽奖 好,那今天呢 要介绍的这本书 它的核心观念叫做 不平等优势 好,首先这个观念 我认为是 听过一次 几乎就永远记得了 而且是一辈子受用的观念 那这个观念是什么呢? 它就是要让我们先面对一个现实 也就是说 人生其实是非常的不平等的 OK,这个是一个事实 人生是非常不平等的 这句话呀,乍听之下 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气馁 因为啊,有些人好像就是赢在起跑点 然后我们好像在什么地方都输 这个时候会觉得好像 诶,这些优势都是别人的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 OK,但是这本书 我认为读完之后会让你改观 因为呢,正是因为不平等 反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为呢,每一个人 其实你都有自己的不平等优势 差别就在于说 有些人他发掘了自己的不平等优势 而且善加利用 但是有些人 他却不知道自己的不平等优势有哪些 所以会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什么擅长的点 没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这个就是很可惜的一个部分 那今天的节目里面 就会跟你先讲说 什么叫做不平等优势 它的定义是什么 然后呢,这本书里面还会跟我们分享 有五种不平等优势 你要怎么去应用 那么在最后 我还会提另外一个反转的观点 如果你有一些优势 看起来好像你没有 可是你只要心态一转 那个劣势就会转换成优势 所以今天的节目会跟你分享这三个部分 好,那首先的话 我先介绍一下说 为什么我会找到这本书来读 因为这本书你可能平常蛮少听人家说过的 这个在我自己的读书圈啊 或者说一些朋友之间 比较少听过这本书 那我是很碰巧的在YouTube频道上面 有一位外国的YouTuber叫做Ali Abdal 他曾经介绍过一个成功的公式 他说这个成功有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里面呢 有三个主要的元素 分别是努力加上运气加上不平等的优势 OK,就是这三个元素 努力加运气加不平等优势 那我先介绍前两个 你一定很熟悉嘛 我们常常听到说努力努力 这个是必备的条件嘛 任何人要成功 努力一定是必备的条件 你一定都听到烂了 因为呢,你如果不努力的话 本来你跟成功就是一个绝缘体 所以它只是算是一个基本功 最基本的条件而已 努力去做事情只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再来的话 第二个元素是运气 运气是比较可遇不可求啦 可是呢,前提是什么 运气好的人 为什么有时候这些人会把握这个机会 有些人碰到这个运气 他能够把握住 有些人碰到了一个运气 他却把握不住 那是因为那一些可以把握运气的人 他们也先付出了努力 付出努力之后 有点像是你把你的幸运的表面积 持续的增大 然后你真正这个幸运的这个时机来临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抓住 你有那个本事 你才抓得住那个幸运 所以说努力跟这个运气 本来这两个条件就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第三个元素就很有趣了 这个是比较少听到的 叫做不平等的优势 英文叫做unfair advantage 不平等的优势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是指那一些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们每个人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或者是说你的这个职业 或者说学历上面的经验 或者是你的成长环境 所带给你的一些这个感受 带给你的一些生力其境的一些 个人化的经验 那么这一些你跟别人 与众不同的这一些不平等优势 是很难被人家复制 或者说被人家取代的 好 这些就是你的不平等优势 那么刚刚我介绍了这一位YouTuber 叫做Ali 好那Ali他本身呢 他曾经是这个剑桥大学的医学院的学生 所以他就坦承了 他其实在YouTube上面 可以慢慢的闯出名号 成为一个知识型的这个YouTuber 他其实就是善用了他自己的不平等优势 也就是他是一个剑桥大学的医学院的学霸 而且呢他又很喜欢拍影片 所以说他一开始在经营频道的时候 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优势 他就拍这个影片说 你要怎么进入剑桥大学 你该怎么准备 你该怎么念书 你该怎么样当一个好的医学生 然后呢怎么样读书这样子 所以他用这些东西 先吸引了他第一批的忠实的观众 后去才发展出了他现在一个 很庞大的一个YouTuber的一个事业体 那么他最热门的一个影片 理所当然的就是一个影片叫做 我如何在剑桥大学取得第一名 这个影片就得到了大概700多万次的这个观看 所以他用这个不平等的优势来发展他的YouTube频道 而且他后来也当了医生 用医生的时间兼差在做YouTube 所以他的不平等优势又多了一个 他的本业收入很高 那么这几个不平等的优势持续的加总起来 就变成了他后来可以在频道上面做出很多元的变化 甚至是经营很多元的这个收入管道 所以呢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告诉我们说 其实成功这三个元素都是息息相关的 努力、运气跟不平等优势 因此呢我也是透过他的影片才发现了这本书 用你的不平等优势创业 OK那这本书的话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书的作者 这个作者呢是两位企业家 第一位呢他是这个同时身为投资人的名字叫做艾许阿里 好那第二个这个作者 他同时是这个新创公司的这个策略顾问 他的名字叫做哈桑库巴 好那这两位都是在企业界打滚的这两个作者 他们其实呢都不是富二代 他们家庭背景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们的一些工作生涯的刚起步的故事啊 也是很平淡没有什么轰轰烈烈 就是学习怎么做网站啊 学习怎么加设东西怎么样卖产品这样子 起步也不怎么样 可是他们后来渐渐的发现了自己的一些不平等优势 善加利用 后来两个人都成为了很成功的企业家 那么在某一次他们两个人的小聚会里面 他们就谈到了这个观念 后来他们就一拍集合 就说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其实非常适合写出这样的一本书 尤其是给以前他们也是身为企业家 那个创业者这样子身份的人来阅读 所以呢他们发现说 在这个业界里面 很成功的这些创业家 或者是一些很成功的业界人士 他们都是很擅长去利用自己不平等优势的人 那这些优势呢 在这本书里面总共区分成五个 OK那分别是财力 就是金钱财力 还有才智跟洞见 就是你的这个智商 你很聪明啊 很会读书 再来第三个是地点跟运气 OK你创业的地点跟你的这个运气 还有你的时机也很重要 那第四个是教育与专业 OK一个创办人他的这个学历背景 他的专业程度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那么再来的话是地位 第五个是地位 所以这个地位就比较偏向于说 是一个个人的名望啊 或者说一个个人品牌啊 在社会上的一个地位高低 好这个就是第五个地位 所以这五个东西都是不平等优势 任何一个创业家呢 他只要掌握了自己知道说 我有哪些不平等的优势 针对那个优势去放大 这样子的话才有机会 在他的这个创业的这个生涯上面脱颖而出 那么这本书也告诉了我们说 其实如果你有两位创业者 三位创业者 你们就要结合自己不同的不平等优势 彼此来相辅相成 然后打造出一个 你们加总起来 有别人很多很多无法取代的优势 所以这两位作者啊 在这本书里面 他们当然也分享了自己的创业故事 但是呢 他们也整理了非常多元的 这个不同企业的创业过程 还有这些创办人本身的故事 告诉我们说 这些人是怎么样善用他们自己的不平等优势 来打造自己的企业 OK 那这本书的核心都是在讲这个东西 可是呢 你可以在另外一个层面发现的是 其实这种书写的不只是给创业家看 每一个普通人像我们一样 你想要踏入一个新的领域 你可能想要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你可能想要这个写一个新的程式好了 你可能想要写一篇新的作品 可能想要发表一个新的产品 或者想要做一些新的尝试 学习新的东西 这些这个决定的背后 其实都跟不平等的优势有关 OK 这个背后你都要去思考的是 你跟别人比起来 你有什么优势是别人没有的 别人无法取代的 要去善用那些优势 好 接下来的话 我就跟你分享一下说 这个不平等的优势啊 它有主要是几个元素 好那这几个元素里面 分别又代表了什么事情 那首先先讲一下说 好不平等的优势 它的定义啊 这个定义就是说呢 在你的事业上面 无论你是创业啊 或者说你自己的工作 你自己做的任何的 业余的事业都可以 在这个任何的事业上面 把你放在一个很有利的局面 的任何的条件 资产 或者是情势 好 这些东西是不能被别人 轻易的复制的 它是你得天独厚的东西 那作者就把这样的一些优势 定义成五个英文字 组合起来叫做Miles M-I-L-E-S 分别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五个元素 那么M-I-L-S 这五个英文字呢 第一个是M 那M的代表就是Money 好 Money指的就是财力跟金钱 所以第一个就是财力 它指的是说 你所拥有的资本 或者说你可以募集到的资金有多少 因为我们都知道 有钱好办事嘛 在创业界尤其是如此 那这边书里面就举一个例子 像说 有钱是一个不平等的优势 你怎么用 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 是英国的房地产的一个科技新创公司 叫做Zupla 他们有着很庞大的资金 这个新创公司呢 他们想说要在这个Google的搜寻排行榜上面 占据前面的位置 因为你在Google排行榜上面 占据前面 大家搜寻房地产相关的时候 都会搜寻到你的品牌跟产品 这不是非常的棒吗 所以他们就想要来攻占这个Google的搜寻排行榜 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 OK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我想要攻占排行榜 那我就要去学习那个SEO嘛 搜寻引擎优化 或者是我要去开始写很多的部落格文章啊 或者说跟很多部落格合作啊 来写更多的东西 让大家可以搜寻到我 传统的想法是这样嘛 可是啊 当你有一个资金 很大量的资金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你怎么发挥这个优势 好 这家公司很有趣 他就直接收购那一些 排名在他们前面的 所有的对手 因为他那时候有 刚创起来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对手嘛 这个排名都在前面 他直接用他大量的这个资金 把这些对手全部收购下来 所以你怎么搜寻 这些原本在他前面的对手 全部都变成了他的旗下的公司 然后 这个发展下去变成什么样子 他们几乎独占了整个市场了 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 银蛋公式 就是这个资本雄厚的这个银蛋公式 直接攻占了不够排行榜 所以直接达成这个目标 这就是一个有钱 就任性的这样子一个金钱的优势 那换到我们个人身上也是一样 如果说你是想要创立一番事业 那一般来说 如果你已经有了很高的一个储备金 你可以让自己不愁吃穿好几年的话 那这也是一种特别的优势 因为这个优势可以让你静下心来 好好的思考说 如果不是为了赚钱 那我要做什么事情是最有价值的 或者最有意义的 这就是一个优势 而不是说 我担心着下一餐要吃什么 然后我担心着接下来要怎么赚钱 当你这样子去担心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思考 所以说财力对于新创公司 或对于个人而言 当然它都是一种明显的不平等优势 那再来的话来谈第二个 第二个不平等优势的英文字叫做I 好M-I-L-S的第二个I 那这个I的英文叫做Intelligence and Insight 中文叫做材质跟这个洞见 那么材质跟洞见指的就是 你自己的一个学习能力啊 你自己的一个社交智商 或者说情绪的智商 还有一些创意 如果你在这任何一个方面 有这个擅长的部分 那你绝对要继续去加码 去放大这个优势 好像是有些人 他的这个材质非常的高超 或者说大家都说他很会读书 那这个很会读书 本身就是一个很巨大的优势 像是书里面举另外一个例子 现在非常火红的一个 这个线上支付平台 叫做Stripe 那他们的创办人是一个兄弟党 那这对兄弟呢 就是超级超级会读书的学霸 特别啊 他们是在这个城市设计上面的天赋 非常的高超 他们曾经创造一个新的这个电脑语言 名字叫做Korma 他们创造了这个电脑语言 然后去开发了一个城市 卖给了eBay 这eBay就是那个网络拍卖的那个网站嘛 他们卖给了eBay这个城市 然后这个城市是在帮他们做交易的 让他们提高这些卖家的获利 他们卖了这个赚了一笔钱之后 他们就继续投入他们的这个天赋 继续用城市去解决一些 其他这个网络交易的问题 他们开始去做了一个城市呢 只要让这个 就是像以前啊 如果说你要把你的网站 架上一个购物系统 你要去串金流 你要跟银行啊 要跟付费 跟信用卡那些串接的话 你要写很多的城市 要装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你要做很复杂的手续 但是啊 这两个学霸兄弟呢 他们就把这个很复杂的 这个城市码 跟很复杂的这些金融交易的 这些东西 不断的简化简化再简化 最后呢 他让每一个网站人员呢 只要用七行的城市码 就可以在网站上面 安装他们的服务 达成各种大大小小的网路交易 所以这个就是stripe 他们的起点 就是用七行城市码 让大家都可以 把他们的服务串上去 这个东西后来发展成了 几百亿美元的这个产业 所以他们就是 把他们的材质 发挥到了极点 把复杂的东西 简化成一个 很多人都可以 直接使用的一个服务 所以啊 如果你曾经有被人家称赞说 你很聪明 或者说你刚好是 某一个领域的学霸 那你记得去 针对那个领域 说不定你可以在那边 找到你可以持续 发挥自己材质优势的地方 那个就是你很特别的 一个不平等的优势 OK 那再来的话 这个第三个不平等 又是MILES 的第三个L 就是指的是 location and lock location and lock 中文是地点跟运气 那这边的话 我谈一下地点好了 像是啊 有时候说 为什么要选对地点 例如说创业的时候 你要选在哪个城市 好那这个就有点像是 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的一个特质啦 有一个理论是这样说的 我们每个人的特质啊 其实就跟我们花最多时间 相处的五个人的平均 是一样的 你跟哪些人相处 你就会变得像那样子的一个人 那像一个新创企业也是一样啊 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创业 你身边是什么样的公司 你身边的这个环境产业的特色是什么 就会影响你这家企业的这个成长嘛 那么书里面也举了一个例子说 选地点是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像是很有名的这个亚马逊 Amazon 他的这个创办人Jeff Bezos啊 当初他在选这个地点的时候 他明明是要创一个科技公司哦 就是网路的这个卖书嘛 网路卖书的一个公司 他为什么没有去选戏谷呢 他后来选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他选西雅图 为什么Bezos他要选西雅图来创办亚马逊 那么原因就是因为 西雅图呢 是那时候微软的根据地 那么他觉得说 在那边要找一些软体工程师的话 他就直接找那些从微软离职的工程师 那他不要去找那些矽谷太贵的 他去找微软那边的物价跟那个薪资 他觉得刚刚好的地方 他找微软的工程师 其次呢 西雅图的这个税务上面 对于商业这些税务 非常的优惠 所以他可以享有非常高额的 这个税务优惠的这个减免 再来的话 最后一个是 当时候啊 全美国最大的这个图书配送中心 就在西雅图 所以他说他要做网路书成服务 为了要加快配送的这个时间啊 要加快这个配送的效率 当然他就直接选择那个地点 就是跟在这个图书的这个 配送中心的附近 所以呢 他选的地点就是发挥了他这个产业的特别的这个不平等优势 所以说根据不同的新创产业的性质 或者说你想要从事的这个事业形态啊 或工作形态 选择在正确的地点去发展 会大幅的影响到你后续的一些这个成长的轨迹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刚刚讲的是比较偏物理上面的地点 就是城市啊 或者说你要在那个区域 如果你是要做网路的事业 那么网路事业就跟你选择哪个地点 关系比较小一点 反而会影响到网路事业的地点的因素 是一个虚拟的地点 也就是Google的搜寻排行榜的位置 如果说你的网路事业 你的网站 能够出现在Google搜寻的第一名啊 第二名 占据了这个好的位置 那就是一个虚拟上面的网路上的地点 如果你有了这样子高排行榜的优势 那这就是一个你在网路上面不平等的优势 OK 所以说这个优势其实在不同层面上 会有不同的这个样貌来展现出来 那这就是第三个地点跟运气的一个不平等优势 那么再来的话 谈第四个 在Miles的第四个的话是1 英文字母是1 这个1是代表了Education还有Expertise 中文就是教育跟专业 那教育跟专业指的就是说那些 你在学校啊 或者说你透过自学而来的那些专业的技能 那以专业为例子好了 像现在提到的专业啊 很多都不是学校教我们的 学校教我们的大部分是知识啦 那你要有专业的素养的话 一般都是透过你可能出社会之后 持续的磨练持续的实作实战 然后取得的技能 这些就是专业 作者他就举个例子说 如果你没有那个特别有钱的话 你不是一个富二代的话 你可以去试着培养看看说 一个有市场需求的专业能力 OK你可以走这个方面 因为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 而且呢可能会依据你自己的喜好 依据你自己的学历背景 你自己的一些以前擅长的东西 你可以发展出很独特的专业能力 那他就有提到说 其实啊你要成为某一个领域的 专业知识的人 并不难哦 你要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难 因为只要你透过持续的自学 持续的实作 要成为一个成果比绝大部分的人 都还要优越的人 其实是可以达到的 OK只要你有花时间 你持续的去做 你持续的把它实现出来 持续的公开展现出来 常常你就会发现 你做的成果比其他人好上许多 然后越来越好 渐渐的你就具备了 那一个特定领域的专业 像是以前在学校啊 都不可能教你说 怎么样当一个YouTuber 也不会教你说 怎么样当一个影片剪接大师 学校也不会教你说 怎么样当一个部落格作家 或者说当一个Podcast主持人之类的 那么这些东西 你都可以透过实作 去成为这方面的好手 那甚至你越做越熟练 越做越厉害 你就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说呢 在这个特定的领域 成为别人眼中的专家 是可以达到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两个作者呢 他们也用自己的案例来说明了 他们一开始拥有的 这个不平等的优势 其实呢 也是他们自己的专业 他们一开始也是对网络的事业 非常的热衷 非常的有兴趣 透过实际的作为 做出了一些成果之后 就变成了人家眼中的 这个网络事业的始祖 然后呢 也就跟他们请教 所以其中一个作者 就变成了后来 很多网络新创公司 都会找他当顾问 找他当那个咨询 那么他就透过这个分享 告诉我们呢 教育跟专业 可以是你的一个 不平等的优势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那种专业之外 如果说你是在工作的职场上面 累积了很多年的年资啊 或者说累积了很多的专案经验 这也是专业的一种 因为你跟另外一种人比起来就不一样 有一些人他是刚出社会 就想要创业了 那种是新鲜人 你跟他们比起来 你的优势就是你在职场历练的这些时间 你在职场上面获得的经验 这就是你在专业上面的不平等优势 OK那这就是第四个 教育跟专业 最后是第五个 不平等优势 MILES这个第五个 是叫做S S的英文是status 中文就是地位 OK那这第五个优势是地位 什么是地位呢 就是你所身处的这个社会脉络啊 跟你的人脉 然后呢也会指的是你的一个自信心啊 那用比较新一代的术语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个人品牌 指的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上 别人是怎么看待你的 那这个地位呢 还包含了你的专业能力 你的外表 你的年龄 你的站姿 你的穿着 还有谈吐 这些东西综合起来 就代表了你的地位 那地位的话 其实有时候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东西 不是每个人都有 但是有些人会特别的去发挥 这个上面的不平等优势 那书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 是美国的这个凯利詹娜 凯利詹娜 她是美国这个很名门的一个家族 叫做卡戴山 那么卡戴山家族呢 就是这个社交名园的一个家族嘛 那可以看到很多的新闻 都是跟NBA球员啊 跟一些运动球员交往的一些新闻 非常有名望的一个家族 那她在这里面呢 这个凯利詹娜 她是家族里面最年轻的一个女孩 可是她的身价 跟她创办公司的价值 却是所有人当中最高的 那这个凯利詹娜到底有什么本事 她的故事其实就发挥了 她地位的一个优势 一开始啊 她的长相呢 在家族里面是非常不起眼的 因为其他女孩子都长得很漂亮 然后呢身材很丰满 尤其是嘴唇都非常的厚实 而且非常的丰满丰润 但是凯利詹娜的嘴唇是比较扁平的 所以让她感到非常的自卑 可是呢 她因为很年轻啊 她很知道说 这个年轻人都是在这个 Snapchat这个APP上面聊天 然后呢去追踪 所以她就经营了自己的 Snapchat的这个社群 建立了很庞大的粉丝群 接着她教这些粉丝 怎么样用化妆的方式来封唇 用化妆的方式来让自己的嘴巴看起来 厚实这个漂亮饱满一些 那也因为这样子 她就开启了自己的美妆的这个事业 她就开始了 开始在这边代言彩妆 后来甚至开创了自己的这个美妆品牌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她有这样子一个年轻的特色 又很亲民 而且她本身的家族 又有这样的一个名望跟地位 等于可以帮她很快速的涨粉 那她又知道说 大家想要看什么 想要这个补足自己 比较自卑 比较缺陷的部分 想要用化妆的部分 来让自己看起来 可能是封唇比较饱满这样子 那么她就用着她庞大的社群 加上她的地位 她的知名度 让她的这个美妆品牌 一推出之后 就成为了全美国年轻世代的新宠儿 到现在已经是一个 超过10亿美元的价值的品牌了 所以她充分地发挥 她地位上面的不平等优势 所以作者他就说 如果你在自己的学历上面 或者你曾经任职的公司 你曾经经手过的一些 很精彩的专案 如果那些东西 具有某种形式的地位的时候 记得要去凸显这些成就 善用这些成就去吸引 更多的人脉跟资源 塑造成自己独特的一个不平等的优势 OK 所以 以上的这五个呢 就是这本书里面提到的这个Miles架构 M-I-L-E-S Miles架构 那么呢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你就可以发现说 你不要想着说 跟别的竞争者都是在公平竞争 因为公平竞争 并不是一个 怎么讲 它并不是一个好的竞争方式 没有人说你跟别人要在同一个起跑点上面 你其实拥有很多别人没有的优势 要去发掘那些优势 而且加倍的去利用 因为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在跟你客气的 OK 所以说这个五个重要的元素就是告诉你 如果有任何一个 记得去加倍利用 那接下来第三个部分是 我觉得这本书讲的最精彩的部分 还不只是刚刚那五个 这个不平等优势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去想说 好像我自己很平凡 那五个优势我好像都没有 那该怎么办 OK 那这本书其实它在这个环节里面 就有提到一个 其实呢 你的心态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一个观念让我印象深刻是 即使是你缺乏了这些优势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优势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这个观点让我十分的受用 十分有帮助 举个例子好了 我将 那刚刚五个 我们都来反转 逆向思考一下 第一个是 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钱 你缺少财力 你没有资金 该怎么办呢 这个是一个劣势吗 OK 反转想法的话就不是 你必须去发挥自己最大的创意 去想说 不要花大钱的话该怎么做 我有没有更有创意的方式 有没有培养这个顾客忠诚度 更好的方式 有没有不要靠广告的方式 你就会去发挥创意 想出不同的路 OK 你就会不要用那种 要怎么花钱的方式去想事情 你要想的是 如果我没钱 我该怎么样发挥创意去做事情 那第二个也是一样 如果你觉得自己缺少才智的话 没有那么聪明的话 该怎么办呢 难道你要让自己变得更聪明吗 强迫自己变得更聪明 更学霸吗 其实呢 不要这样子去想 反而你要去思考的是 既然这样子 你就会去学习 怎么样去尊重那一些 有专业意见的人 有专业素养 有才智的人 听他们的意见 来参考他们的意见 学会怎么样运用 他们的专场 甚至把工作外包给那一些 聪明才智的人 那再来的话是 第三个是 如果缺乏地点的话 缺乏这个优势怎么办 有些人会说 我想创业 可是这个 例如说台北好了 台北这个物价这么贵 房租这么高 电租这么高 我没有这个钱 我怎么创业 那你就要换一个方式想 其实没有那么贵的地点 如果说你找一个 比较相对乡下的地方 你就会去思考说 跟地点 比较没有这么直接相关的产业 例如说网路事业 或者说一些远端的产业 那这些产业就不需要 很贵的电租 也不需要很贵的人事成本 那你就会去思考 这个就是你的优势 你可以在那方面的成本 降到最低 然后呢 发挥另外一个 那个产业 独有的优势 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 第四个是 如果你觉得自己 缺乏专业的话 怎么办 如果你现在还是一个 可能16 18岁的 这个年轻人 或者说刚出社会的年轻人 你好像都没有那些专业的话 那该怎么办 那么你的优势 反转过来想就是 你拥有一个初心者 初学者的一个角色 从这个角色 你会发现那一些专业人员 他们看不见的一些盲点 因为有些专业人员 他会觉得说 这些事情都理所当然 那就不会觉得说 那是一个问题 但是对初学者来讲 很多地方都是问题啊 初学者的优势就是 你会知道说 哪些地方是初学者的痛 哪些地方是你想要学的 你想要去把它弄懂的 那所以说这个地方 反而就是你的优势 再来的话 第五个是 如果你觉得自己 缺乏地位的话 怎么办 因为并不是说 每个人生下来 就是富二代 生下来就是地位 这个德高望重 如果你在这个 很不利的地位 例如说你是在 社会上的一个 比较偏弱势的一个地位 该怎么办呢 你的优势反而 就是另外一种 你可以去发现在 这个比较弱势的地位 的族群里面 特殊的需求是什么 那书里面 其实还有举了 举了其他很多的例子 特别是一些地位 比较这个 可能是受到 社会上比较歧视的啊 或者说在社会上 比较弱势的一个族群 他们其实在创业上面 反而会有其他的思维 他们会去观察到一些 普通有地位的人 他们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就要用 另外一个方向去思考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读完之后 给我很深刻的 一个启发就是说 除了你要知道 哪些不平等优势 是你拥有的之外 你也要知道说 哪些优势是你觉得 你好像没有 可是你换个角度想 它会是另外一种的优势 原本你缺乏的 其实是你的优势 念头一转 就会变成截然不同的 这个思考方法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本书啊 带给我一个 很棒的一个启发 就是知道说 其实你要去发现说 你在这个 你的生活啊 你的工作 或者说你的经验里面呢 你有哪一些 与生俱来的 很独特的优势 把它当成不平等优势 那么呢 也要知道 什么时候要转念 把原本你觉得 很悲观的 好像你缺乏的东西 转念成 那其实也是 你的另外一种优势 你绝对会看到 别人所看不到的角度 OK 那所以说 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它提供 给我的这一些 很不同的观点 那不只是 给创业家读的 这是适合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去读的一件事情 好 那这本书的话 其实 我会读它 也还有一个原因 最近因为 我也在年底的时候 去年 2021年底的时候 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那我也在思考说 我要怎么样 发挥我个人 的一些不平等优势 让我的公司呢 也具备 这些不平等的优势 来做发展 所以这也是 我读这本书的一个 很大的原因之一 所以呢 读完这本书之后啊 我就 可以很深刻的感觉到 就像作者他所说的 要了解我们自己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呢 这种自我察觉 自我了解 可以让你的人生的道路 变得更加的明确 因为你必须去 熟悉你自己的动机啊 你自己的性格 你自己的心态 你就能够了解 还有去培养 你的不平等优势 也能够帮助你 去培养出其他的 你原本不觉得是优势的 不平等优势 你会去培养出 其他的优势 所以我们必须认知到的是 人生本来就很不平等 但是我们每个人 其实自己 都有自己独特的 不平等优势 所以我们自己 其实都已经具备了 成功所需要的一切了 这是有没有去发觉 有没有去察觉 你看事情的角度 有没有切换到那个角度 看到自己成功 所具备的条件 好这就是 今天想跟你分享的这本书 用你的不平等优势创业 那么在接下来呢 一样来念一下 Apple Podcast上面的听众留言 今天来念两个 那第一个的话 名字叫做 栗林高 栗林高 他说呢 从收听这个下一本读什么 去培养更多的好习惯 他说从这个 去年的11月开始 接触Podcast 并且从刘轩老师的这个 How to 人生学 认识了这个瓦基 那每天开始收听 下一本读什么 就变成了习惯 接着啊 再从瓦基分享的 读书心得中 去培养更多的好习惯 例如说 他自己重拾了阅读 还有一个 曾经一小时的这个习惯 都持续的在努力中 觉得说 很喜欢这样子 努力的自己 也希望呢 能给自己的孩子 培养起阅读的习惯 知道阅读的美好 那想请问瓦基的是 实体纸本书的这个 保存需要空间 瓦基是如何做收纳 或者是如何在有限的空间中 取舍实体书的这个去留 OK 那这边的话 也很感谢这个 利林高的这个分享 还有留言 那你有问到一个问题 是说 纸本书的这个保存 怎么做的 那我很单纯啊 就是我自己的话 有四个书柜 那我就把书本 放在书柜里面嘛 那么我定期呢 也会挑选一些 我已经做过读书笔记的书 那我觉得说这个书 我已经把重点都抓得差不多了 那我就会把它卖掉 用二手书的这个 读册二手书 把它卖掉 那最近的话 我还多做一件事情 因为有朋友告诉我说 有些书如果觉得很棒 或者说 你想要这个 送给很多听众啊 或者很多读者的话 那也可以试着做做看 所以我在上一次的Podcast 也有这个抽出五本书嘛 就是我去年最喜欢的五本书 那有送给大家 那这个方式就是分享给你啦 就是如果你觉得 有一些书就不需要留了 或者说你已经做完重点摘录 做笔记了 那我觉得就可以把它卖掉了 那像我自己有一些书 我虽然说纸本书把它卖掉 或者说纸本书送出去了 但是有非常少数的书 很经典的那些书 我会把电子版再买回来 像我自己有用Cobo的电子阅读器嘛 我就会再用这个电子版 再把它买回来 那以后如果真的要看的话 再重新从电子版看就好了 那甚至是以后真的要找一些重点 一定要找书的话 那我就会再把电子书卖回来 这也是一个方式 所以我会控制自己 在这个纸本书上面的这个收藏量啦 那尽量做用卖书啊 或送书的方式 做一个这个态换 那再来的话 第二个听众的名字叫做 恰吉猫 恰吉喵 念错了 恰吉喵 他说 能够介绍关于持续改善的书籍类吗 OK 他的留言内容是 偶然在Apple Podcast上面 发现了瓦机的下一本读什么节目 一直在找这个能够介绍好书的Podcast 终于找到 而且很喜欢 那怕自己会不由自主的买很多书呢 哈 然后通勤或者是运动走路时 会不时的听瓦机的说书分享 谢谢你的优质挑选 及心得整理分享 我以前是个不太爱看书的人 但面对老师的时候 都会害怕说被看出来是面目可真 好 那这几年啊 图书馆很发达 大家可以从图书馆借到看不完的书 但是啊 看书也是要有明灯来指引啊 所以谢谢瓦机这盏明灯 帮我们挑选好书 那希望小小的赞助能对节目有小小的贡献 祝福节目长长久久 那听说台积电的这个持续改善的方面很强 是否能介绍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书籍 OK那感谢恰吉喵的留言 还有这个赞助的支持 非常感谢你 那你有问到一个说怎么样这个持续改善 好那我推荐一本书给你好了 这本书是台积电的前主管写的 他的名字叫做彭建文 那他写的这本书叫做思维的良率 思维的良率 他的这本书要讲的就是说台积电教我的这个高效工作法 像一个经营者一样的去思考去解题 那么对于这个工作上面的事情持续做改善 那这本书的话评价是非常的高 我自己也有 但是我还没有把它读完 那只是说这个评价非常的好 很多读者也曾经推荐过 思维的良率 那我把相关的资讯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好了 可以去参考看看 它里面就主要带出了很多台积电里面的一些思维的模式 例如说你怎么样借用这个成功的经验 然后有凭有据的去用一些方法 用一些实际的实战方式去改善你的这个工作的流程 或者说让你的这个工作的成果变得更有效的提升 那也会帮助你去省思一下说自己现在的工作 还有你职场上面走过的路是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说这本书里面的话 我觉得它带人蛮多台积电这个主管的智慧在里面 也推荐给你可以看看这本书 OK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就进入尾声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然后在Apple Podcast上面留下五星评论 推荐给其他听众 你也可以用行动支持我 一次性的或是每个月的赞助99元 帮助这个频道持续运作 如果你对频道有任何的想法或想要问我的问题 都欢迎在节目资讯栏里面找到联络我的方式 那我每周呢也会在阅读前哨站的部落格分享一篇读书心得 喜欢文字版的朋友可以去订阅我免费的电子报 好的下一本读什么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